大家好 我是玄妹 现在是马上十二点了 然后刚刚给娃娃睡觉 然后肚里有点饿 所以想起来吃点宵夜 吃蜂爪 我最喜欢吃 太好吃了 昨天我拍了一个视频 说我公公不是想把房子卖了 给我老公治病吗 换身吗 然后 有很多网友 很多网友跟我说 你不是说你一年能挣几十万吗 你怎么不拿那个钱出来 给你老公治病呢 实话跟你们说 在成都哈 如果年薪二十万 真的是 足够生活 就生活都不够 不要说什么损款还是怎么损减的 我去年一年我老公又不上班 我们的家里的开销呢 一部分是我公公伯伯帮忙 就是比如买菜呀 或者水费呀电费呀 就是我公公伯伯 我自己的 但是呢 我孩子 衣服呀 然后鞋子呀 吃喝玩乐啊 然后我自己的 还有我老公的 都是我自己开销的 所以即使二十万 说是一年真是二十万 但是消费 家里的消费 除了买菜呀吃 其他的都是我个人 能自己出租的 所以没没有损到多少钱呢 物业呀 电水费呀 都是我公公伯伯帮我们付出了 如果 没有公公伯伯的帮忙 真的是我们的生活 不知道该是什么锅了 所以说 如果真的 我真的有钱的话 我肯定也拿出来 给我老公吃病了 也不值得 就说把房子卖了 这个疯爪 实际上太好吃了 很久没有吃了 因为 最近不是 我老公生病吗 出院吗 然后 一直在医院 没有回来 然后回来呢 也忙活的带孩子 所以 基本上都没有时间 估伤自己的 今天 周末嘛 然后孩子在家 然后就 带了孩子去做了个头发 然后晚上他睡觉了 我也有 有点时间了 可以出来吃点 宵夜等了 然后还有很多网友 跟我说 那你们 呃 结婚到现在都七年了 就没有损缓吗 其实我们之前是有损缓的 但是呢 呃 我生孩子那段时间 我生孩子那段时间不是我跟我老公 闹矛盾吗 然后 他就 玩股票吧 玩股票 然后就 亏本了 亏了几十万 我们本来就有几十万存款的 后来 全都玩股票 亏了 那个时候呢 那我闪来中国嘛 然后很多都不了解 然后 嗯 钱方面呢 存款那些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存的 也不知道手机 付款是怎么用的 所以 我们的全部的存款都交给我老公 保管 然后他 玩股票 那个时候他玩股票 因为跟我闹矛盾嘛 所以他 玩了股票 他也不跟我商量 他也不跟我说 后来亏本了 才 我才知道的 而且还 还兼债 还兼外债 刷的信用卡 买股票 然后后来全部都亏本了 然后还兼信用卡的兼 还兼了十几万 后来 那个十几万也是我公公帮他还的 其实我老公也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 就是个大孩子 我现在就是 带了个小孩子 然后 加上 加上一个大孩子 因为 我公公婆婆 就结我老公一个孩子嘛 一个儿子 然后他全家就是他一个儿子 他的 八舅啊 大姨啊 姨妈呀等等 全部都生女儿 就他家生个儿子 所以呢 全家都宠了他 从小到大就是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呢 他的 他是 吃不了苦的 自己也没有想法 也是长不大的孩子 花钱方面啊 或者 生活方面他都没有概念的 他就是 有多少花多少的那种 所以说呢 虽然我老公人很老实哈 但是确实是个 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没办法 谁叫我是挨探了他嘛 然后嫁给他嘛 所以我就接受所有他的最点 和右点 我都要接受 我跟我老公去签法 因为我是 我家是我最大姐嘛 然后 我家之前 我小时候 还是很重的 就是后来是长大了 我长大了 然后 我爸爸买了船 因为我们家是海边嘛 我爸爸买了船 然后就当了老板 然后去 去海边抓鱼嘛 然后才 挣钱了 然后慢慢就 生意就弱大了 后来才有钱 之前是很重的 所以呢 从小呢 我就 就因为我家是五个孩子 然后 每个孩子是一个两年 生一个两年生的 所以 我这个大姐呢 就 四岁五岁 我就开始 就是 带 带妹妹了 之前是很苦很苦 饭得不够吃的那种 所以呢 从小就已经自苦 自苦长大的 所以我都习惯那个苦日子 会赏钱呢 会协约 会努力挣钱的那种 但是我老公是跟我是相反的 他的家庭呢 他全家就他一个儿子 从小呢 就 被父母呀 被爷爷奶奶呀 公公伯伯呀 全部都宠关了 要什么就有什么 不吃饭呢 就给钱去外面吃 所以他现在得这个兵 也是因为吃了外卖啊 吃了外面东西 东西吃了太多了 不卫生嘛 从小就是 不喝水 爱喝可乐 所以呢 这种习惯啊 坎儿让他现在就得了这个兵 就害了他一辈子